不久前目击祭坛被六十门占领 一下被蒙逼他们从那里夺出来的一个人 原来孙仁用机让阿哈伪装王宁坐针水祭坛吸引注意 王宁因为妮妮感知其力可以趁机悄悄溜走 此时金祭坛毫无动静胖子决定前去支援 可赶到之后看到陈朝被绑在树上昏迷不醒 场外众人看到后十分担心 谢指导表示守护林传没有金丹三段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的 认为此时场地里不该有这种级别的学员 而此时的王宁查了最后一座祭坛赶去 从小到大因为一只灵符让王宁丧失情绪 可即使王宁的内心已经被包裹得密不透风 但是虽然的出现宛如一女威光 就连王宁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那女威光已经化为春日暖阳将要引然内心的小火肘 这年察觉到王宁内心的巨大情绪波动 王宁越想要克制情绪就像沸腾的开水 越是不断的往外溢出 这导致王宁自身甚至无法完成插件 前一个孙容还打去 下一个大姐头突然出现把王宁的灵体打出体外 王宁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无法相信 内心克制的家属终于崩溃的同时 一只灵符也完全失效 就在王宁双目赤红准备出手的时候 二号即使赶到冻结时间 可依旧控制不了王宁一拳将大姐头揍飞 大姐头得意就算你一直保护他 如今他也已经死定了 实话发动技能朝着王宁输出 可他又怎么会是王宁的对手 被一拳直接面面轰飞到空中 暴露的王宁朝着空中大姐头疯狂出拳 就在王宁最后捕刀的时候突然停住 老海中浮现出孙容的一平一笑 然后恢复理智 直到此时救孙容要紧 可就算死出大修复术也不管用 二号解释大姐头出手太过狠毒 他来一掌直接让孙容都魂魄撕裂 王宁不相信因为能感受到孙容的体温 骗自己孙容还能够救回来 可是失去的生命终将无法挽回 此时尚存一口气是因为时间禁止 一旦解除法术孙容就会彻底完了 灵力换回孙容 可是一般的人又如何承受得住之庞大的灵力 目前能够做的就是二号帮忙把时间永远冻结 这样孙容就能维持尚存的气息 或者王宁回到原本的世界 但是王宁两个都不会选择 因为他要再次重启整个世界 王宁一次又一次重置时间 可是无论重置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让王宁陷入无尽的后悔与自责之中 如果自己能够早点解决大姐头孙容就不会出事 二号安慰如今时间冻结 有的是时间想办法 阿哈的能力是将灵力转化为加速光线 可以让大家提了灵力由接近光速 相对之下世界就等同于静止 这让王宁意识到理论上如果可以超越光速 就能够回到过去 阿哈赞同表示需要的灵力可就是天文数字 王宁无所谓灵力我有的是 恐怖的灵力重听而将随着体内灵力疯狂转动之下 王宁成功回到了开学的第一天 并且再次遇到了一两位笑霸 只不过这次换成成交过胖子前来结尾 王宁熟悉套出钞票 但又辣门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各种看似熟悉的画面 让王宁伸出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原来就是阿哈的时间神通和王宁的空间神通 交配于一点必在巨额的灵力 加持之下创造的平行世界 新的世界会持续吸收旧世界的一切 但是旧世界因为时间静止已经无人 可以溺网狂澜 简单来说旧世界就即将毁灭了 同一时间旧世界地界新商人的大王屁股还没有作热 小黑前来报告遇到一位懒办的客户 大王拿出平板查阅资料花和水连几单孙大小姐 和自己的师傅DNA对比相似的99.4% 知道大事不好 此时孙荣问到这里是哪里 小白赶紧表示孙荣只是在做梦 牛头慌张跑进来也报告大事不好 大王感叹不愧是另一位的后人 交个朋友都能把世界毁灭 一边全力修复孙荣的生命值 然后像港温神一样把孙荣送了回去 借你迅速将事情的经过全部告知孙荣 并提醒现在王力已暴走成为新世界的创世神 如果不能及时唤醒王力 这个世界就将毁灭 想要唤醒王力 那就要使用我的本体了 新世界的王力又一次经历着和曾经孙荣一起经历的一切 当王力把手放进预言石壁 预言直接裂开 晚上一晚摩天笼的时候 王力感觉好像和某个重要的人一起来过 双眼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思雨明明这个时候应该感到无比的幸福 所以好像丢失了某个重要的东西 此时孙荣已经准备好 借你悬我男的你就不害怕嘛 毕竟接下来可是要毁掉建筑的世界 对于少女来说 恋爱就是毁灭世界 离开动人 我不情 不要 gebe裂 把它 dom szers 房间 已 下去吧 我们 还 compl想要 在孙荣成功找到王林之后 实际先回到大铁头刚撕开伪装 这几门发烂的时候就在从天而降的长法之中扑街 随后王林插进10秒 60门终于战胜五九门 二号问王林这个结局真的好吗 原来因为王林强行逆天 导致灵气混沌原本的法则失效 世界也因此无法成功修复 不过还有最后一个方法 孙荣用王林的对界之宝将生气也分离成 时间之环和空间之环 而王林可以用这个做到时间倒流 只不过孙荣也将不会存在这一段记忆 二号提醒王林当意志灵符再次提上 现在情感也会封印 到时候和孙荣的关系又会变得淡漠 但是王林很坦然的说到 他希望的是世界和平